1949年,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后,宋庆龄找到毛主席请求特赦一位女囚犯,主席慎重考虑后,只提出了一个条件,便批准了她的请求,然而那位女囚在得知此事后却断然拒绝了,这个能让宋庆龄亲自求情的女人是谁?毛主席到底提出了什么条件?她又为何要拒绝?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,我们接着往下聊。 这个女囚犯就是汪伟政权第一夫人,新中国头号女汉奸陈碧军。 故事回到1946年,一天苏州城的街头巷尾人潮拥挤,法院门口也密密麻麻地围满了市民,当时的报纸还曾报道过这一盛况,高等法院满坑满谷,睁看头号与汉奸。 法庭里站在审判席上的女人,脸上洋溢着优越感,即便手带镣铐,也依然剑拔弩张。 不仅大言不惭地为自己和汪清卫的叛国行为狡辩,还毫无悔过之心说自己不是狠奸。 看到这一幕,所有人都愤怒了,都忍不住开始唾骂起了她的行为。 面对群众的谩骂,陈彼军还口出狂言道,就连讲及时见了我,也得尊称一声王夫人,你们也配直呼我的大名。 不过,恶人自有恶果,虽然她说得慷慨激昂,但还是改变不了勾结敌人出卖国家的事实。 最终法院还是判处她无期徒刑,让其终身监禁。 她对判决结果不服气,在前往监狱的路上,还曾在车上大喊,我不怕死,但是我没有坐牢的耐性,还不如直接判我死刑。 后来在监狱里也开始不安分起来,她深知自己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,又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,同是国民政府的人自然不会把她怎么样。 于是,每日在牢房中大吵大闹,还经常将盛着饭菜的盘子打翻,甚至对那些看管她的人都会破口大骂,简直是嚣张把握到了极点。 御方虽然恨她,却又没有一点办法。 1949年,国民党落败,蒋介石下台后,由李宗仁代为刑事总统之权,行政院一致决定迁都广州,所有被判处监禁的人全部释放,那些被判无期图刑的人就送去台湾。 然而那时候国军将领们异性只想着自己的安危,哪还有时间去管那些汉奸? 于是,搜索解放的那一天,监狱也被我军接管,陈比军则成为我们的阶下囚。 1949年5月27日,上海迎来了解放,提兰桥监狱也被市政府大力改造,考虑到陈比军的身份特殊,而且体制比较差。 于是,军管会决定把陈比军迁往上海,毕竟那里的条件比苏州监狱要好很多。 出到上海时,监狱的管教干部不仅帮他提行李,还帮他铺床,态度温和地与他叮嘱注意事项。 临走时甚至还礼貌地跟他说了声再见,一时间让他摸不着头脑,因为他原本预想的种种惩罚和处决,结果都没有发生。 不仅如此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,我们还给了他很好的待遇。 陈比军的牢房通风好,冻暖下凉,他提出一天五瓶热水的请求,我们也满足了他。 此外,我们还允许他的亲戚朋友前去探视。 当时由于上海的天气原因,陈比军早年起码摔伤的后遗症发作,管教员得知后还特意请了医生为他治疗,以至于陈比军也忍不住对同屋人说, 我在苏州整整三年,从来没有人给我做过检查,如今却受到共产党如此待遇,我真是想不到啊。 话虽如此,但他依然明顽不灵,还是多次发表反对言论。 有次女教官让他写忏悔信,他大笔一挥,写了一本两万多字的自白,字里行间都是他和王精卫在革命早期的丰功伪迹, 对抗日期间通敌卖国的行为一个字都没提。 宋庆龄与何湘宁早年和陈比军久有交情,他们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,从事革命工作。 有次同盟会活动经费紧张,陈比军毫不吝啬,及时援助让宋庆龄难忘,而何湘宁更是当过陈比军的伴娘。 他们清楚陈比军如今的处境,不想他就这么死去, 处于对好友的恋爱之情,在不知道其立场的情况下,他们以为投靠日本人这件事,陈比军只是跟随者,不是主谋。 因此一起找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他求情,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 毛主席面露难色,在慎重考虑后说道, 我知道陈比军是个很能干,很厉害的女人,可惜她走错了路。 既然宋先生和何先生都替她求情,那就让她承认自己的错误,写一个认罪声明。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,人民政府就可以下令释放她。 当晚,宋庆龄就亲自写信给陈比军。 心里说,之前由于各种原因,没能替她说情,如今人民政府宽宏大量,毛主席也同意了,只要她愿意道歉,就可以重获自由。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,陈比军并没有接受毛主席和宋庆龄的好意,反而拒绝了。 他不愿意面对之前犯下的罪行,宁愿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余生。 即便如此,我党也没有放弃对陈比军的改造,平时不管他遇到什么问题,只要是合行合理的,就会有人帮忙。 有次他突发心脏病,晕倒在地,监狱值班人员发现后,立刻把他送进了医院,积极为他治病,对他精心照料。 还有一次,他在浴室不胜花岛,由于体格比较胖,几个管教人员费了好大的力气,才把他扶起来。 这种种事情都让他倍感温暖。 因此他还曾在报告里写道,他们的行为让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罪犯。 在我党的各种关怀和思想教育下,陈比军的心开始动摇了。 他嘴上说着不承认,但从他后来的学习生活中,可以看出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可惜就在他及其接受改造的时候,他再一次因为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。 在治疗期间,陈比军或许是对自己生命有了预感。 他在家书中写道,我叫陈比军儿,是一名共产党员,话语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。 此外,他还叮嘱女儿要报效国家成为栋梁之才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,他的心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 1959年6月17日,陈比军始事,享年67岁。 曾经的他,一心小成为第一夫人,为此他不择手段,甘愿投靠日本。 最终自食其果,被千夫所指。 不管是在政治斗争,还是在监狱里,他都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。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,在他晚年的书信里,却流露出他对共产党的崇敬。 这也恰恰是我党方针正确的体现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